《乌托邦路》的第二个主题 房屋 现在开始将沿着天地渊路走进乡村小道 天地渊路是古时县令大人走过的路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因日本的移民政策 这一代曾是日本人的经济特区 1970年代作为新村运动的一环 拆除了大部分日式房屋变成了现在的面貌 历史悠久的房屋和现代式建筑 冀州传统石墙等冀州的过去和现在 交织在一起正打造今天的新景象 将在此处见到的是14号作品《贝壳和波涛的故事》 这件作品是由世界贝壳博物馆馆馆长兼西洋画画家的 名连书馆长以冀州岛的大海和波涛、贝壳为主题 边联想波涛滚滚的西龟浦大海边用心创作的 据说这些贝壳的颜色是非人工调配的自然色 可在附近的世界贝壳博物馆欣赏更多的贝壳作品 贝壳的一贝壳 贝壳的博物馆馆 贝壳的美贝壳